又有國片楊威國際大業大學的 助理教授李晉慧 他是以十三年的時間 完成了這一部紀錄片《面包情人》 是在描寫在安養院工作的 菲律賓看護忍受著鄉愁 離鄉背景到台灣 日前他入圍了 韓國釜山國際影展 也成為第一部在韓國發行的 台灣紀錄片 拖著行李告別家人 他們來自菲律賓到台灣當看護 我們在菲律賓看護 他們說 不要帶家庭照片 肥媽為了生存 為了家人懷著賺錢夢想 必須暫時捨棄親情 長期忍受鄉愁與情欲 你覺得你怎麼回事 可能... 一日 我看我的兩個兒子 我跟他們說 你覺得我現在回來了嗎 一群飛媽為了家為了夢想為了愛而奮鬥的故事 這不只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大業大學教授李靖慧花了13年時間 跨國拍攝紀錄片面包情人 描寫外籍看護之身來台的感人故事 有歡笑有淚水拍攝手法細膩 成為韓國發行的第一部台灣紀錄片 雖然台灣年底才會上映 卻已經明揚國際 明星文龐志龍 彰化報導 年代替